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1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昨天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了两天的会议 并且做出了降息25个基点的决定 那么在昨天下午鲍威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鲍威尔并没有给出未来政策比较清晰的前瞻指引 舆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一些政治八卦上面 所以昨天媒体的报道,他冲淡了这次美联储会议 一些实质型的内容,把焦点放在川普与美联储的关系 以及鲍威尔是否辞职 就昨天记者反复再来刺激鲍威尔 川普会不会让你辞职,你会不会主动提出来辞职 你会坚持到什么时候才辞职 这个弄来弄去,迫使鲍威尔昨天四次表态,绝不辞职 那么这个也是媒体的一种八卦心态 那么这种问题挑起矛盾或者是这种人事问题的变化 它对媒体来讲更能够吸引眼球 但是美联储昨天的会议,它还是有一些重大的变化 它还是有一些信息会对国际资本市场会带来一个时期的影响 所以在昨天的这样一种宣泄之后 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华尔街日报著名的记者尼克蒂米尼斯 今天在华尔街头版呢 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文章 他就详细解释了这一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对未来美联储政策的变化 以及美联储工作的重点的转移 他做了一个非常权威的报道 这个也成为今天华尔街议论的一个焦点 就人们在喧嚣过后还是要过日子 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一些挑战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 川普上任之际,美联储正在转移焦点 副标题是 在一心致力于降低通胀之后 美联储已转向实现软着陆 就它的重点发生转移了 报道具体描述 随着今年连续第二次降息 美联储正试图提高软着陆的可能性 是否坚持着陆 可能会准确的决定 川普将继承什么样的经济 如果美联储幸运的话 回撤过去升息 将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失业率稳定在历史的低点 通胀回落至央行2%的目标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那么如果经济在先前成长的压力下 陷入衰退 川普将向2001年乔治布什上台那样 经济将陷入低迷 另外通胀的任何复苏 可能迫使美联储停止降息 从而增加川普任期 经济面临硬着陆的可能性 布什的这个高级顾问哈伯德说 川普将继承一个稳定的经济 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经济 那么这个就是对美联储提出的一种 要求或者是一种压力 那么这篇报道回顾了 美联储的加息以及打通胀 从美联储于2022年开始 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升息 以应对40年来新高的通货膨胀 它在2023年下半年暂停了加息 并将利率维持在20年来的高点 一直到今年的9月 那么在今年9月 美国的核心通胀降为2.7% 低于两年前的5.6% 那么与几周前相比 华尔街普遍不再那么担心经济的衰退 债券的殖利率大幅上升 因为投资者预计降息幅度将少于9月份的降息幅度 那么昨天进一步下降25个基点之后 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就到了4.5%至7.5%之间 那么这个区间呢 昨天由网友介绍过一个概念 就美国的基准利率究竟要降到什么程度合适 这个是一个动态的 你比如通胀必须要控制在2% 但是基准利率应该在什么程度 那么所谓这种中性的基准利率 它的通俗表达就是既不能够刺激经济 你也不能够冷却经济 那么在不同的时期 这种中性利率的绝对值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经济比较低密的时候 中性利率呢可能会在2%左右 当经济比较强劲的时候 中性利率呢就会在4%左右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了 而且美国的经济还这么强劲 所以蒂米尼斯他今天这篇文章 他是话到嘴边并没有那样说的 他实际上体现了一种 美联储在向市场进行互动 在进行的互相沟通 就是未来对美联储的降息的幅度 和美联储降息的目标 美联储是希望华尔街要调降预期 就不能够认为美联储这次降息 要降到升息之前的那样一个程度 就是说要降到2022年 那个程度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在2022年的通胀到来之前 美联储本来是应该要适度加息的 他只不过是由于通胀速度过快 而迫使美联储以40年以来的最快速度升息 而且幅度还非常大 所以现在暴风周雨过后 美联储该退到什么程度 基准利率退到什么程度 这是美联储第一次与华尔街做这样一种沟通 这个坦率来讲 美联储他也没有把握的 他也不知道要降到什么程度 他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怎么来推算或者判断评估美联储未来降息的路径和降息的目标呢 那么这篇文章他就给出了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说你华尔街也可以来做当美联储的家 怎么降下一步怎么降息 什么频率降息 完全取决于美国的经济不能够衰退 这个是他的底线 只要能够保持美国的经济不出现衰退软着陆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美联储还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息 但是一旦经济的增长预阻 美联储就会加快降息 那么一旦通胀反弹 那么美联储呢 他甚至会停止减息 但是鲍威尔昨天呢 他也让华尔街呢 去掉一个新病 就是目前美联储还没有考虑加息 就是形势是有不确定性 但是不至于不确定性到让大家担心会再次加息 这个不至于 这个是在鲍威尔昨天记者会基础上 尼克蒂米尼斯完整的把鲍威尔也好 美联储也好 他们对未来利率政策变化 他们思考的基本逻辑向市场交了底 所以你了解这些呢 你差不多可以判断 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市场变化的一些趋势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这两天的全球 舆论焦点的在美国大选 实际上在美国大选之外呢 还有些重要信息呢 被淹没了 第二条呢 我们就分享这个彭博社的报道 报道标题是 德国总理拒绝下周信任投票的要求 副标题是 肖尔茨希望下次选举提前至三月 而民调领先的保守派推动 一月份就举行全国投票 就这个新闻呢 他告诉我们呢 就德国出大事了 就在这个美国大选期间呢 德国的政坛发生了大地震 他发生了什么大地震呢 就目前德国的政府呢 是交通信号灯组合 红黄绿 那么三个政党联合组成了 现在的德国政府 一个是肖尔茨领导的赦明盟 一个是林纳德领导的这个 自由民主党 这是保守派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绿党的 但是在周三 肖尔茨呢 突然解除了这个财政部长的职务 就要求这个林纳德辞职 那么这样三党联合 这个是根据协议的 你否则你肖尔茨当不了总理的 你当总理是因为这三党联合 让议会的票过半数 你肖尔茨才当了总理 你现在突然解除了 三方之一的保守派的这个财长的职务 那么你这个联合执政的基础就没有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保住你总理的位置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就德国你这个政府啊 你不能再存在了呀 那么肖尔茨呢 他有他的算盘 就彭博士报道 就肖尔茨他是个什么算盘呢 他说因为你这个三党联盟没有了 那就要议会要重新选举 重新选举呢 按照德国法律的这样一个要求呢 就议会要对现任政府呢 举行信任投票 他当然会不信任 因为你原来是三党联合 才有多数才推举这个总理的 你现在只有两党联合了 你显然不满足 之前的这样一个执政基础要求了 那么肖尔茨的计划呢 就是在1月15号议会呢 举行信任投票 肖尔茨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呢 打算故意输掉这次的这个信任投票 那么在1月15日输掉议会的信任投票之后 政府就要解散 解散了之后 接下来呢 就是3月份举行全国的大选 全国投票 那么这种玩法呢 让德国社会呢 他就体会到肖尔茨解雇这个保守派 自由民主党的这个财长林德纳呢 他看来是德国社民党的 他的早有羽毛的一揽子计划 那么德国媒体呢 报道在德国历史上 也干过一次这样的事 而且呢 让德国社民党啊 后悔十几年 就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 就社民党也是按这种套路 拆散执政联盟 提前选举 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 结果那一次他们打错了算盘 在2005年那次提前选举当中 最后让基民盟获胜 也就导致了后来默克尔 连续执政16年的历史 所以你这次肖尔茨又走这步险棋 会不会又招致 社民党被长期边缘化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 肖尔茨呢 对媒体称 他说我承认 我的处境并不轻松 但是我认为这个决定 是正确的 政府正在履行起职责 公民可以决定 我们如何前进 那么未来选举 可能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 那么目前就原来默克尔 所在的这个基民盟 是以30%的支持率 明显领先的 那么排第二的呢 就德国极右翼的 另类选项党 就是与中共与俄罗斯 关系非常好的 另类选项党排第二 那么肖尔茨所在的 社民党呢 支持率只有16% 排第三绿党 14%的支持率 11%的支持率排第四 所以按今天这样一种格局的话 三月份去提前大选的话 那肖尔茨的社民党就会出局 那么肖尔茨打什么算判呢 肖尔茨呢 他打的算判 他认为走一步险棋 就说如果一月份去投这个信任票 故意呢 让他通过 他政府就解散 但是呢 如果拖到一月份去搞这个信任投票呢 他就有时间让他的民调再提高 他说呢 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出台减少工人 税收负担和帮助德国制造业的一些刺激政策就能够通过 如果这些政策呢 利用这两个月出台的话 就会使他的政党的民调啊 民意会提高 那么就在明年三月份选举当中呢 能够保住执政的位置 那么他这个险期险在哪呢 你既然你这下一盘民旗 那么你这些好政策 拉选票的政策 会不会通过呢 议会你缺乏了你的这样一个联盟的基础 能不能让你得逞呢 所以这个新闻呢 能够让我们了解的 在美国大选同时 就德国的政坛呢 已经乱成一团糟了 所以今天FT看的另外一篇报道呢 就说现在德国政团的混乱 导致了欧盟群龙无首 就老大呀 弄成这个样 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国际媒体普遍的 这个头号政治新闻 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标题是阿姆斯特丹 攻击促使犹太场所加强安全 暴力事件导致5人住院 62人被捕 河南领导人谴责反犹太主义 就昨天这个事太突然 也让国际舆论感到震惊 他这个事由呢 是以色列一支足球队 跑到这个荷兰呢 与荷兰著名的阿贾斯克 这个足球队进行比赛 那么有很多以色列的球迷呢 就专门赶到荷兰 阿姆斯特丹呢去看球 支持以色列的这个球队 那么这场骚乱或者袭击呢 是发生在这个比赛之后 当时球场上就有人高呼 自由巴勒斯坦 主席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然后就发生了一些踩踏 发生了一些殴打以色列 球迷的一些事件 那么事件发生之后 以色列航空公司表示呢 将从周五安排免费的救援航班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敦促 在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人远离街道 在饭店房间内避难 同时呢要求这些以色列人避免展示 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标志 那么在比赛前就出现了一些反犹太 反以色列的一些标语 那么荷兰警方也进行了一些逮捕 但是对事后这样一时暴力的冲突 还是震惊了国际社会 LT认为这种事可能还会发生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川普上任之后 乌克兰何去何从 也有网友询问 就川普究竟会怎么处理乌克兰战争 川普会不会出卖乌克兰 那么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呢 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 就第一呢是 现在所有的国际媒体 引用的来源 就川普的这个乌克兰的方案 究竟是什么内容 那么现在目前 全世界媒体引用报道的来源 都是华尔街日报 那么华尔街日报 他究竟怎么说的呢 因为目前LT看到 就中国媒体引述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都是从俄罗斯的卫星新闻转述的 那么俄罗斯卫星新闻 在转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候呢 就有一些掐头取尾 那么华尔街日报 他究竟从川普阵营 得到了哪些信息呢 我们还是要追本溯源 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报道的 因为川普不愿意现在公开 他的这个方案 他说你公开以后 就无助于谈判 就他要与俄罗斯 与乌克兰谈的时候 才会公开 那么华尔街日报呢 他打探消息 他这么报道的 川普承诺 在就职日之前 就结束乌克兰战争 现在 这让他不得不在顾问提出的 相互竞争的提案中 做出选择 而这些提案有着共同的主线 这与拜登总统的 只要需要的主张 截然不同 那么这段话 他很完整的表达了 他对川普解决乌克兰问题的 目前出在一种什么状态 就第一呢 是川普呢 不会像拜登那样的 就给出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承诺 就是只要乌克兰需要 我们就会一直支持 但是呢 你这种支持能不能解决乌克兰的问题呢 或者能够帮到乌克兰 帮到什么目标呢 这个拜登从来不愿意讲 他只是讲 只要需要 我们会一直坚持 那么川普的方案 他就希望设立一个目标 就结束战争 所以这是一个 就川普方案与拜登方案不同 是川普他有一个截止日期 他有一个具体目标 这是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呢 是就川普目前的方案 他是在川普体系内 是有两种竞争性的方案 就并不是一个方案 就现在有人告诉你说 川普有一个方案 这个不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川普体系内有两个竞争方案 他接下来这样描述的 在入主白宫的整个过程中 川普一直抨击拜登乌克兰的处理方式 警告 这会增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而且基辅通过免费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来欺骗美国 他表示他可以迅速解决冲突 让双方做到谈判桌前 但川普不愿意透露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川普在竞选期间说 我不能给你这些计划 因为如果我给你这些计划 我将无法使用他们 那么接下来 华尔街日报他引述川普的助手 对川普计划的一些阐述 他说任何声称对川普的乌克兰计划 有不同看法或更详细的了解计划的人 无论他在川普圈子里的地位有多高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或者不明白他自己做决定 是否是川普的决定 那么这段话呢 就是说目前川普的这个助手核心团队成员 他否认外界流传的任何川普的方案 你看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 就讲的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个透露川普的具体方案 这个他都是一些猜测 就川普真实的方案呢 川普并没有对外透露 他们团队也没有对外透露 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呢 就在解释 目前川普阵营内部流露哪些信息 这也是媒体报道所谓的川普的方案的来源 他是这样描述的 与川普第一个任期一样 不同派系将竞争影响共和党的外交政策 更传统的盟友 例如现在正在争夺国防部长领导权的前国务卿蓬佩奥 可能会推动达成一项似乎不会给莫斯科带来重大胜利的解决方案 就蓬佩奥这一针呢 希望未来解决方案 不要让俄罗斯占便宜 但是其他的顾问 尤其是领导国务院或者国家安全顾问的顶级候选人 格伦内尔 他可能优先考虑川普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 即使这意味着基辅做出重大让步 这个呢 你看他就说清楚来源就两大来源 就不利于俄罗斯的这个来源呢 是蓬佩奥这些人在主张 那么与川普更近的 更密切的 这个理查德 格伦尼尔 就他们呢 是主张不惜一些代价 结束战争 即便是基辅做出重大让步 那么格伦内尔这些人 因为他们目前呢 一直在川普的竞选团队内部 蓬佩奥并没有参加川普的竞选团队 格伦内尔这些人 他们谈论的乌克兰的方案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就这些人 他没有说代表川普 但这些人又是川普最信任的人 就他们经常谈论的乌克兰的方案的内容呢 华尔街日报给他进行了还原 说这些提议都是打破了拜登 让基辅决定和平谈判 何时开始的做法 相反 他们一致建议冻结战争 就巩固俄罗斯夺取乌克兰20%的领土 并迫使乌克兰终止加入北约的申请 川普过渡办公室内部提出一个想法是 基辅承诺至少20年内不加入北约 那么这一想法与当选总统关系密切的三名人士详细介绍的 此前并没有报道过 那么作为交换 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 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进攻 该计划前线基本锁定双方同意划定800英里的非军事区 目前尚不清楚谁将负责这片领土的安全 但一名顾问表示 维和部队不会涉及美国军队 也不会来自联合国等美国资助的国际机构 我们可以提供培训和其他支持 但枪管来自欧洲 也就是欧洲来负责维和 川普团队的一名成员表示 我们不会派遣美国人去维护乌克兰的和平 我们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 让波兰人 德国人 英国人和法国人来做这件事 那么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报道 就这种方案 当选副总统万斯 在9月份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候 也得到了印证 当时万斯对华尔街日报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最终协议 可能设计一个戒备生严的非军事区 这样俄罗斯就不会再次入侵 万斯继续说俄罗斯将保留起占领的土地 并确保乌克兰的中立性 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也没有加入某些此类的机构 那么这篇报道就比较清晰的解读了 或者是报道了目前所谓的川普的乌克兰的计划 那么归纳起来也就三条 第一川普目前并没有公布他认可的乌克兰计划 这是一个结论性 第二 目前川普阵营内部是存在几种 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互比较竞争性的乌克兰问题的方案 第三 就川普更密切的一些人 包括万斯格伦内尔 就这些人透露的 或者华尔街日报认为更能够代表川普意图的乌克兰的方案 就是冻结目前的战争状态 保留目前各自控制的一些领土 同时呢在交战线附近的设立缓冲区非军事区 那么这种非军事区呢由欧洲去违和 那么乌克兰呢冻结加入北约 LT判断未来川普的方案大概也是这种内容的七七八八 那么这就涉及到俄罗斯能不能同意乌克兰能不能同意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报道也有助于让我们理解未来川普的乌克兰的方案 这个是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分析报道 他报道的标题是 为什么泽连斯基可能会欢迎川普的方案 就现在大家都舆论更多是质疑川普这种方案可不可行 那么经济学人呢 他今天这篇文章他就分析呢 可能乌克兰会接受川普的这个方案 当然他是一种啊劝说或者调和乌克兰接受川普这个方案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川普重返白宫看起来是乌克兰最糟糕的噩梦 美国即将上任的总统一直拒绝谴责普京的入侵 他似乎很欣赏俄罗斯独裁者的统治风格 但是泽连斯基有可能会欢迎川普大选中的获胜 那什么理由呢 经济学人他是这样来报道的 他说在私下里 泽连斯基对他的这个身边的人抱怨 拜登政府自我威慑 担心与俄罗斯的升级到瘫痪的状态 以及呢总是一种画柄冲击 与乌克兰人站在一起或只要需要一直支持 但是缺乏对乌克兰支持的目的和目标不清晰 所以这让泽连斯基呢也感到沮丧 特别是一直限制援助武器对俄罗斯目标打击的范围 那么乌克兰目前表达出来态度呢 就喜欢川普阵营蓬佩奥他们提出那套方案 蓬佩奥的方案呢也是冻结目前的战争的现状 但是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 增强威斯利 但这种方案俄罗斯是一点好处没有得到 那么俄罗斯人会不会支持 甚至能不能过川普这一关 这都是很大的疑问 那么经济学人他接下来这段描述呢就很有意思了 他说川普不太可能完全出卖乌克兰 因为他自己的共和党内部会反对出卖乌克兰 他肯定不想成为乌克兰的失败的制造者和所有者 但身为交易型的政客 川普可能会要求乌克兰给予一些回报 例如这可能对其自然资源的存取 他将不太关心任何自由主义的价值 现在令人担忧的不是前线发生的事情 而他揭示了他们背后的压力 在社会军队政治领导层之间信任崩溃的情况下 乌克兰正在努力通过增兵来弥补战场上的损失 但却勉强达到目标的三分之二 没有迹象表明乌克兰士兵将在更大范围内放弃战斗 目前他们有足够的武器进行抵抗 也有足够的阵地在情况恶化时可以依靠 乌克兰仍然有大量的美国武器正在酝量中 并即将交付 同时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压力 尤其是高通胀 但危机似乎可能首先影响乌克兰 也许在六个月左右时间之内 川普无疑希望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好他的协议 大概是他在1月20日回到白宫那个时间节点 未知的因素仍然是普京 以及他会接受什么 所以经济学人他这篇文章 你看他说来说去 他实际上还是在表达一种观点 就是泽连斯基你喜不喜欢川普 川普已经来了 这是一个他表达观点 第二他打消泽连斯基顾虑 川普不会出卖 完全出卖乌克兰的 第三是川普这个方案 真正出台可能要到1月下旬 而且这个方案对乌克兰来讲 可能也有些现实的利益和现实的需要 这就要劝劝和劝详了这个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川普主导的乌克兰解决方向 他成为一种必然 因为假如美国改变了支持乌克兰的一些策略的话 你乌克兰再坚持你坚持不下去的 所以无非是川普阵营内部也好 外部向川普施加压力也好 能够为乌克兰争得一份能够接受的川普停战方案 第五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很多网友很关注的一个事 RT本来认为这个事已经了了或者不大 但是很多网友感兴趣 就之前与网友分享过 一位叫李奥的法国人 他亚助川普胜选 那么当时华人日报也联系到这个本尊 那么大选结束以后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赢了那么多钱 当时说他亚三千万 他会赢五千万 因为加上回本就八千万 这个究竟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他这个钱拿到没有 因为赌场他有时候也赖账 那么这个法国人的这个结局 还是有很多媒体很关注 RT收集了算是应该说是最全的这个信息了 向大家通报一下 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 就法国官方找到了这个老兄 而且法国官方启动了一个司法调查 他要调查什么 就调查这个合不合法 你这个事合不合法 因为法国是不承认他这个国产这个平台的 就是Polymarket 那么法国司法机构现在调查 第一他参加这个平台的亚注 符不符合法国的法律 这是一个要调查 第二呢 就他来亚注川普获胜这个事 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事先违法的事 就总的感觉就法国呢 有点不服这个事 或者是有点不爽 但是从目前的进展来看 就是法国官方想找查 找不出来什么查 所以这是一个呢 给网友通报信息 就法国官方看着不顺眼 但是调查来调查去 找不到人家的毛病 第二呢 是这个法国人李奥呢 他在这个博彩平台上呢 他注册了四个账户 其中用他本名 李奥四这个账户呢 专门亚注川普获胜 他在这个账户上赚了2200万美元 这是他赚的第一笔 他在另外三个账户 用其他的名称 另外三个账户去亚注呢 总共赚了2600万美元 而且他这些亚注呢 不完全是亚注川普获胜 他还选择了一些地方啊 有些州的这个参议员的竞选 和众议员的竞选 他反复强调 他只试图赚钱 他并没有一些政治上的追求 所以呢 今天媒体去跟踪报道呢 他拿到手上 真金白银的这个结果的钱呢 是3000万美元的本金 他完全拿回去了 然后呢 他得到的利润赚的钱呢 是4800万 就一个2200万 那个大账户上2200万 另外三个账户呢 赚了2600万 就他一共赚了4800万的美元的利润 那么今天这个博彩平台啊 也发表了声明 因为这个博彩平台 他也担心啊 他也得调查这个人 这个里奥 你到底是背后啊 有没有一些阴谋 你比如说跟川普阵营有没有串通啊 或者是你跟其他有些民调串通啊 因为像这个赌场啊 他也怕是一些非常神勇的能够赚大钱的这些人 因为他如果能够找到茬儿的话 对这个博彩平台来讲也会维护他的利益 那么今天这个博彩平台的声明呢 就是他们也经过调查 第一这确实是个法国人 第二呢 他确实就是一种个人的这种博彩行为 没有其他的一些背景 所以他这个参加这个赌注是合法的 就在博彩平台来看是符合博彩平台的所有的这个管制要求的 所以自此呢 就这个事算是有一个完全的结论 对这名交易员 对这名法国人来讲 他也取得了完美的胜利 最后我们来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的最大的新闻 也是国际舆论呢 议论中国问题的焦点 就中共推迟了大半个月的这个财政刺激计划大招 今天的终于发布了 那么两只靴子 最后一只靴子也算是落地了 9月24号发布第一轮的这个刺激措施 9月26号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补充加强了第一轮的这个刺激措施 然后第二波财政刺激措施就一直要等全国人大的批准 那么全国人大原计划是10月21号召开会议批准的 那么中共考虑到美国大选的因素 把这一财政刺激的计划的最终批准呢 推迟到美国大选结束以后 那么今天算是做了最终的宣布 我们分享啊 最权威的几个国际主流财经媒体的这个报道和分析 你看从一些标题上啊 你大体上能够感受到这次财政刺激措施 给国际舆论的基本的感受 你看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 北京推出1.4万亿美元的债务互换化解风险 就10万亿人民币 投资者也希望财政支出更加强劲 就彭博社报道的比较委婉 就你债务化解风险10万亿出台以后 投资者呢还希望财政刺激呢更强劲 彭博社报道标题是 中国公布了10万亿地方债计划 但没有刺激经济措施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 中国采取行动缓解债务担忧 但未宣布大规模刺激措施 你看从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 你能够感受到国际舆论呢 对这一次宣布的这个所谓的财政刺激计划呢 舆论普遍理解的这个并不是刺激计划 这个就是债务危机的化解措施 就原来放风小到消息的一些刺激措施 跳票了 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是怎么具体报道的 先前几周 投资者一直在期待中国政府出台 大规模刺激计划 从政经济 股市也随着这种期望上涨 但周五上述的期望破灭了 这是他总的印象 中国最高立法机构 批准了一项10万亿的一揽子计划 以帮助外在高企的地方政府置换其中部分债务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让投资者感到失望 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宣布新的指在提振经济的财政刺激措施 鉴于川普即将再度入主白宫 中国经济料将面临新的阻力 他下面这段描述就很有意思 他就描述这个习主席怎么来哄骗这个中国的这些散户的 他说中国散户投资者 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先前高度期待 有一项大规模的一揽子的刺激计划 尤其是在川普本周当选美国总统后 周四中国散户投资者拥入市场 普遍认为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会公布刺激措施 最终市场并没有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 周五的新闻发布会在亚洲常规交易时段结束后开始的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 阿里巴巴京东集团拼多多等在美国公司的股票盘前下跌 那么今天开盘之后都是大跌 冲开股普遍大跌 香港恒生期货指数也是下跌 2.3% 所以华尔街日报这段描述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中共哪怕到了星期四 还不愿意辟谣 还不愿意让市场冷静 还在鼓励很多散户入市亚保星期五的大招 那么结果今天大招一公布 市场的感觉受骗了 你这哪里是刺激经济 你这就是在解决政府的这个债务危机 那么今天中国人大公布的这个财政刺激计划 究竟什么内容呢 这个你还是得佩服中共的这种宣传能力 他今天这个人大总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规模呢 不仅是符合预期还超预期 他总的是12万亿 你看之前的舆论 所有的舆论都是谈的10万亿 但是他今天给你弄出一个数据呢 12万亿 那么这个12万亿是怎么构成的呢 他有三大块来组成 第一块呢 是4万亿的规模 这个4万亿的规模呢 是用五年的时间 你看这个就让投资失望 人们认为刺激是短期的刺激 但是他把未来长期的政府的一些安排 他拿到今天来宣布给你感觉数字很大 就4万亿 用五年时间4万亿 就每年8000亿来增加地方专项债的发行 那么专项债呢 他去置换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 比如说地方政府一些信托公司啊 一些投资平台债务 接到地方政府手上来 这个花不了贷就是把表外的弄成表内的这个债务 五年4万亿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呢 是这次人大批准增加 就是再放宽地方政府债务的限额上限 再允许地方政府呢 再多付债6万亿 那么这个也相当于财政呢 要发行6万亿的债券 这是第二部分 你看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有10万亿了 但这10万亿干什么事呢 是解决地方债的危机 那么第三块 今天人大又宣布一个2万亿 那么这个2万亿是什么呢 实际上2万亿是之前中共的财政部的一些计划 就到2029年去偿还棚户区改造形成的债务 也是地方债 就李克强当时搞棚户区改造 签了一批股债 那么他财政呢 原来就有计划 安排2万亿去专门还棚户区改造形成的债务 但是呢这个也还不了债 他也只是借新还救 就延缓这个债务的危机的爆发 所以这3块就形成了总额12万亿 但执行时间周期呢 是5年以上 那上到多少 那还不封顶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10万亿也好 12万亿也好 不是刺激措施呢 华尔街日报他报道分析呢 他认为你这12万亿啊 都是解决地方债的这个违约的问题 你花掉了这10万12万亿 并没有增加政府的支出 就政府不可能拿这些钱去支出 就全部是在体系内去空赚 就本来银行要崩盘的 你把这些钱借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还给银行 银行也去还掉他欠央行的一些钱 就你这个12万亿啊 没有一分钱用到啊 政府增加投入支出上面 所以这个是华尔街认为 这个是让市场感到失望的根本原因 因为之前舆论的认为呢 有一些地方债啊 转成长期国债会刺激政府的投资的 比如说允许地方政府呢 去收购烂尾楼 会有一万亿那样的安排的 结果这次跳票了 没有这笔钱 就帮助地方去政府去收购 烂尾楼收购土地的一万亿 这次跳票了 没有了 第二个跳票呢 就是由于银行呆账死账比例上升过快 需要一万亿的资本金的增加 因为从明年1月1号起 中国的六大国有银行 都不满足国际的这个安全资本的需求 所以要紧急安排一万亿资本金 那这次又跳票了 跳票什么结果呢 就到明年1月1号 国际评级机构 很可能会对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 信用评级下调 那么信用评级下调 就会带来金融危机 就你中国商业银行切换成本就增加了 你的信誉就下降了 但是好像习主席 它只能够过了今年的这个5%GDP的增长 明年事明年再说 尽管是1月1号 1月1号好像也在说 所以这个让市场感到还是很震惊的 当然中国国内反应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华尔街日报 它提出这样一种警示 说周五宣布的细节 可能会令投资者失望 他们原本预计 除了债务置换计划以外 中国政府还会公布一项财政刺激措施 经济学家们提醒不应该将债务置换计划定性为刺激措施 因为它没有增加政府借款 就这种置换的钱 到不了地方政府手上 只能是一种空转 内部空转 许多人先前期待的刺激措施 包括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 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以及再投入1万亿的资金 阻止房地产市场的大幅下滑 帮助地方政府从开发商手中购买 未出售的房屋和闲置的土地 那么这两项都落空了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暗示在这两方面会采取行动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 就资本金也好 帮地方政府来收购什么浪尾楼和闲置土地 有这方面的想法计划 但是这次没说 那么这个浩浩荡荡的12万亿债务置换 能不能解决地方债的风险呢 华尔街日报这段评书很关键 他说债务置换 实际上并不能够减少地方政府的高风险债务 而只是将这些债务的到期日期推迟 这些债务置换的经济影响将是间接的 甚至是市场难以觉察的 就这个并没有什么影响 这已经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试图通过 置换隐形债务来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2015年就干过 2015年中国政府批准 发行了22000亿美元的地方政府债券 以置换隐形的债务 2020年至今期间 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两项规模较小的债务置换计划 你看这个之前并没有缓解地方债的危机 他甚至加重了地方债危机的这样一种风险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呢 他在第一时间他也想判断今天公布这些政策有什么影响 他报道方式是采访和引述了一些专家的一些观点 我们分享几个有代表性的 英国资本经济学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斯说 今天财政公告对于那些期待大幅刺激措施的人来说 又是一次失望 本来市场期望像财政部长南方安说的那样 出台什么支持地方政府购买土地和未出售房屋的专项国债 但是并没有出现 UBP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卡罗斯说 尽管没有任何细节 领导层显然并不着急 他们并没有涉及到刺激消费 这将令市场失望 因为中国需要更多的基本物质 我们研究了未出售房屋库存的规模 以及一些即将到期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券的规模 我们将所需的一揽子计划的实际规模确定为23万亿美元 占GDP的15% 我们没有采取更谨慎的方法 他们将在三年内发放娇小的金额 我认为我们不会很快看到针对消费的直接财政刺激措施 要实现这一目标 你需要付出更多痛苦 这种痛苦可能源于川普迄今为止宣布的一些贸易措施 但我们还不知道 你看这个从国际业界来判断 就这一轮的财政刺激实际上并没有刺激 它只是延缓地方政府还债的日期 推迟了还债日期而已 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中国的财经界是怎么看今天的所谓的刺激计划 12万亿的 就中国的投行 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事 因为华尔街日报也好 路透社也好 你看这些报道 他们就一票否决 就你这个不是刺激 你这个就是推迟政府的还款日期 市场感觉很失望 那么中国内部投行是怎么判断的呢 我们分享一位叫宋雪涛的中国的经济学家 他在他们内部的一个发言 这是一个大投行的专家 你看他的这些观点也很有意思的 他说政策初衷是防风险 地方政府的现金断流出现远洋铺牢 所以远洋铺牢是最近跨省去追债跨省去绑架 债务危机是最大的风险 化债防风险是今天宣布的一揽子政策的根本目的 这个评价与国外的这些专家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就这一次的刺激方案不是刺激方案是化债 那么接下来你看他谈论的观点 说川普满血回归 国内的政策控制节奏必须做出反应 这么多年官方的思路没有变过 明年还要打持久战 不可能过快的拿出财政刺激措施 那么对于之前流传的一万亿专项债 解决六大银行的资本金的问题 那么人大的观点是只管今年的调整 就涉及到明年的事 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涉及到 这是他们打探的消息 就是那个跳票了 12月份的经济工作会 可能有一点消息 只有资产负债表的化债 没有现金流量表的补窟窿 是这次会议的预期差 你看他这个判断的也与路透社 刚才引述国外专家判断是一样的 你这个12万亿都是在资产负债表上去化债 并没有增加政府的支出能力 他接下来这样的表达化债这一关 算是暂时过关了 就推测了还债时间 接着是政策的空窗期 储备研究明年的经济政策 那么下一步对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值得关注 开会前 一般市场会对明年的GDP增长目标和辞职率有预期 川普回归后估计国内政策会储备的更多 但初得慢不会打先手牌 那么他对今天的12万亿也做了一个通俗的描述 他说这个12万亿一揽子计划就三部分组成 三年内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互换 五年内4万亿债务互换专用债券 第三部分是2万亿澎湖区改造的债务的置换 他的结论是虽然总数和预期一样 而且数量确实很大 但市场还是很失望 这个看来就是中国国内的 对这次虚晃一枪的刺激政策的判断与国际舆论 还是比较一致的 那么LT对这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 以及财政部解释的财政刺激方案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就第一是就这次人们期盼一直等来等去的刺激措施 弄了半天 只是地方债推迟还款 就延缓还款 就延缓地方债危机的总爆发 这个你可能容易反思一个问题 就是看来地方债可能真的是很大的麻烦 尽管外界也气人忧天的在担心中国地方债 但是能够让习主义下决心花12万亿来稳住地方债 暂时不爆发 这个你能感受中国地方债 可能是真的是到了难以为及的地步了 但是严重了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并不知道 只能够从这12万亿的这么紧急情况下 要拿12万亿来延缓地方债危机爆发 你能感受地方债 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严重的多的多 但是真实情况外界仍然没有办法知道 第二个云网友分享观点 那么习近平这一次所谓的刺激政策 政策牛是不是欺骗了市场 欺骗了中国股民呢 LT认为到今天这一轮的刺激政策已经完全公布了 你不能说习近平欺骗了股民 或者欺骗了散户 或者欺骗了韭菜 LT认为习近平他几乎是一种名片 就是公开的这种欺骗 他并没有隐瞒 你如果上当的话 你不能怪习近平 怎么来理解这个话呢 你看习近平他有没有刺激呢 他的确有 他刺激怎么表现呢 他主要通过央行的政策来刺激 他刺激什么呢 第一是刺激股市 他对机构购买这个股票提供优惠的贷款 他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提供优惠的贷款 就2%不到的联利息 这么优惠的这种贷款是空前的 这个他刺激股市的直接上涨 这个他没有骗你 第二个方面呢 他降低了存量房的贷款利率 同时的进一步解除一线城市的限购 刺激房地产 这个他也没有骗你 他还是有刺激 他另外一块呢 让市场感到失望的 或者按今天国际舆论的理解呢 就他虚晃了一枪的 就在后半部分财政刺激 他财政刺激并不愿意拿真刀真枪 并不愿意拿真金白银的政策来刺激 这一点来讲他是有点蒙骗了市场 欺骗了中国的投资者 就财政你说到底 你与消费相关的刺激一样都没有 除了一万亿的商银行资本金补充 没有地方政府一万亿收购浪尾楼 收购土地的这个没有 还包括什么多子女家庭的补助 没有什么消费的刺激 没有就这部分坦率来讲 西米确实是虚晃了一枪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完全骗你 他之前对外放风说财政 十万亿的刺激人家兑现了 不仅兑现了还加码两万亿 十二万亿就数字没有骗你 但是内容呢骗了中国股民一下 所以LTV判断的结论呢 是中共这一轮政策牛啊 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也于十一黄金周期间 与网友的这个沟通当中 一种判断的还是温和的 当时LTV判断呢 就这轮牛是啊 应该会持续到十月份 十月份以后就很难判断 因为要等这个财政刺激 那么财政刺激 现在这个靴子落地了 所以RT认为 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啊 可能应该调降你的预期了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收看